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却不小心将烤盘上的香肠烤焦了 狐狸猫夹起烤成焦黑状的香肠 反复观察后 向小树蛙提出疑问 不知道这些焦黑的物质是什么呢? 为什么食物经过加热之后会变成这样? 吃饱后 狐狸猫仍对刚刚观察到的现象感到疑惑 便决定明天要和小树蛙到学校去做实验 观察不同物质加热后的状态 隔天 来到学校的小树蛙和狐狸猫 马上前往自然实验室 经过一番讨论后 决定选择糖粉、盐巴、小苏打粉以及面粉 作为这次实验的加热材料 实验开始前 先一起来思考看看以下的问题吧 在进行实验前 狐狐狸猫和小树蛙决定先在黑板上 把自己认为这四种物质经过加热后 可能会产生的外观状态写下来 狐狸猫认为所有物质经过加热后 都会变成黑色的 小树蛙则认为 只有糖粉和小苏打粉会产生黑色的物质 写完之后 它们就正式准备开始做实验了 首先 小树蛙和狐狸猫准备了四张大小相同的铝箔纸 把每张铝箔纸都折成类似蒸发敏的形状后 放在实验桌上 并用刮勺分别在四个铝杯中 放入等份量的糖粉、盐巴、小苏打粉以及面粉 接着 小树蛙拿出酒精灯、陶瓷纤维网和三角架 将实验装置摆设好 并分别将四个小铝杯放在陶瓷纤维网正上方 最后 同时开始将四种物质加热 观察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三到五分钟后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狐狸猫观察到 糖粉融化后 逐渐变成黄褐色 最后再变黑 面粉则逐渐变成黄褐色 最后也呈焦黑状 而且两者在变黑的过程中都飘出烧焦的味道 而小苏打在加热过程中似乎有气体产生 但和盐巴一样 外观都没有明显的变化 狐狸猫将实验观察结果记录在黑板上进行比较 接下来请你跟着狐狸猫和小树蛙 一起来思考以下的问题吧 狐狸猫查找了资料后 了解这些焦黑物质的成分 主要为碳 原来 科学家在分析化合物的种类时 已经发现有机化合物均含有碳元素 部分有机化合物在经过加热后容易形成焦碳 而无机化合物在加热后则不会有此一现象 所以 从刚刚的实验结果来看 小树蛙和狐狸猫 便可以借此简易地推测出 谁是有机化合物 谁是无机化合物 荧幕前的你 一起来帮忙小树蛙和狐狸猫吧 狐狸猫问小树蛙 那昨天烤肉时 被烤得呈现黄褐色的棉花糖和吐司 也是因为里面含有糖和面粉 这些有机化合物的关系咯 小树蛙点点头说 没错 但是狐狸猫还有疑问 所以我可以得出实验结论 所有含碳的物质都可以称为有机化合物咯 小树蛙回答 其实不是 有些物质虽然含有碳原子 却不属于有机化合物 例如 一氧化碳 二氧化碳 碳酸钙 碳酸氢钠等碳酸盐类的化合物 以及氢化钾等氢化物 都属于含碳的无机化合物 根据统计 生活中的有机化合物数量 远比无机化合物的数量还要多更多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 将会更深入地介绍各种不同的有机化合物 狐狸猫将今天学到的知识进行整理 有机化合物必定含有碳元素 有机化合物一定含碳 含碳却不一定是有机化合物 例如 含有碳元素的一氧化碳 二氧化碳 碳酸钙 碳酸氢钠等碳酸盐类的化合物 以及氢化钾等氢化物 都属于无机化合物 最后 和狐狸猫一起脑力激荡吧 请想一想 形容你曾经看过的烤焦的食物 或物品外观呈现的样子 这些烤焦的食物或物品 分别是由什么元素所组成 请记录下来 在后面的章节中 可以借由本单元所学观念为基础 试着进一步将各种有机化合物进行分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